大批的鹿在內梁的馬路走路找食物,險象還生 車子好讓路,跟著鹿裙慢慢洗 有當地的居民說,在這一區生活了幾十年 都未見過這樣的情況 另外有小鹿走到距離公園20分鐘路程的內梁站 在原本用來鹿化裝飾的草地食草 受新型肺炎疫情影響,4至5月期間 外國的遊客幾乎絕織內梁公園 日本本地遊客亦比去年同期大減8乘5 沒有遊客買鹿餅位置,小鹿都要改變飲食習慣 走入叢林找果實,或者走入市區找食物 路邊的植物和商店的產品都不放過 北海道大學研究人員就說,6月留在公園裡的鹿比1月時減少了三成 除了擔心鹿群走出市區會釀成交通意外 又警告隨著冬天的來臨,要在叢林裡找食物就更加難 如果遊客依然是寥寥可數,恐怕比較體弱的小鹿就會餓死 有線電視記者陳月齡報道 有線電視記者陳月齡報道 謝謝,謝謝